你都71歲了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對媽媽 是不是不怕被雷劈? 我一點都不怕 那個雷不會劈我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劈一早就劈了 如果我做得不對 我走出去就被車撞死 我告訴你 根本財迷心笑是她 不是我 我都沒有得到任何任何 怎樣都財迷心笑 你說媽媽眼蒙耳龍 的確是 你眼蒙 你簽的東西 你都不知回我 說句難聽些 四兄弟姊妹現在剩下我 我和她出生入死 你都知回下還有我 已故天后梅艷芳的哥哥梅啟明 早前有份報名參加TVB歌唱節目 《中年好聲音》 她在後台受訪一陣聲稱 在演唱期間一度一起梅妹 令她忍不住落淚 近日她以嘉賓身份 接受傳媒的直播訪談 吸引了大批網民關注 當被問到梅媽登報 和她脫離母子關係一事 梅啟明依然表現得非常激動 她除了罵爆是侄子疏擺梅媽 又形容侄子是狗之外 更加不留情面 怒斥梅媽眼蒙耳龍 當隻狗是寶 當我兒子就是草 網民洗版留言指責她大逆不道 竟然當眾公然這樣數落自己的媽媽 就連主事人都看不過眼問她 是不是不怕被雷劈 但無論外界的聲音怎樣 梅啟明始終都認為自己沒錯 繼續堅持我行我訴 再見囉 字幕 李宗盛